准副总统萧美琴传出在520就职前 赴美替准总统赖清德拼外交 华尔街日报报导 萧美琴这周将会访问华府 换面拜登政府官员 商讨赖清德政府的施政理念 也传出萧美琴访美之后 将会马上启程前往欧洲 访问有台国家立陶宛以及捷克等等 而赖清德今天是以副总统的身份 来接见华府学者代表团 获得美方保证520之后 台美关系依然坚弱磐石 因为接近520副总统赖清德 跟外宾见面的机会 也越多接见华府学者代表团 希望未来台美关系依然坚弱磐石 我5月20号就会跟美琴上任 来领导这个国家 我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 台湾也非常希望 能够持续的加入国际的供应链 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政府 跟国际社会的支持 让台湾有机会加入区域经济 稳定台美伙伴关系 而准复总统萧美琴传出人住在美国 除了走访私人行程 也当起赖清德的翻身赴美拼外交 华人杰日报报导 萧美琴这周低调访问华府 计划拜会拜登政府官员 商讨未来赖清德新政府的实证理念 而萧美琴访美时间点 又是逢美中关系的唯妙时刻 就怕又挑起中国敏感神经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当选人 在一个就职的黄金时间之前 他都会有机会来去 会晤外国重要的官员 台湾的特殊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在 所以说可能会遭到中国打压 所以很多官方上面都低调不愿表示回应 演传说萧美琴访美琴结束后 将立刻启程拜访欧洲友台国家 因为疫情期间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 还捐赠我国疫苗 跟大力挺台参与国际组织 于公于私 那美琴念自在自都是台湾的发展 那我们尊重她形成的安排 那也相信她会做台湾最称职的代言人 萧美琴担任驻美大使期间 就积极拓展与美方关系 而这回赴美有了准复总统新身份 确保无二零后赖青的政府 与民主伙伴国家沟通管道场同 记者中文报道